5月9日,一则韩红管同注册结婚的爆料一引发网友热议 消息一出,就被证实是一条假新闻 下午韩红委托律师发出声明,指出该消息蠢处捏造 并要求停止传播该虚假消息 如果继续发布,传播此类虚假消息 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持自身权益 与此同时,话一脱口秀孝星,黄西也在微博发文 为自己未经核实 就转发韩红管同在美国注册结婚的新闻道歉 并专门爱着韩红本人,黄西道歉原文 今天上午,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转发了一条 关于韩红老师在美国结婚的消息 网友顿时炸开了锅,我是出于好意转发的 但有客观的网友提醒我 这已经是一条持续十几年的假新闻了 原来我转发了一条完全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假消息 目前,这条微博已被我删除 但我的欣慰确实对韩红老师的名誉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这里真诚地向韩红老师道歉 希望大家原谅